2022年的时候 那么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呢 占世界经济的比重是54.8% 但它老龄人口占到全世界的68.2% 发展中国家应该探索的是什么 一个呢 一方面要适合他们国情的养老体系 第二个呢 要维持一个比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 那么才能够让他们养老体系是可持续的 在全球老龄化趋势背景下 银发群体作为影响经济社会 长期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日益凸显 11月6号 第六届虹桥国际经济论坛 银发经济 全球人口老龄化的新机遇分论坛 在上海举行 第14届全国政协常委 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 在发言时表示 从成因来看 中国人口老龄化并非是一个问题 建国以后的 这个医疗体系的三大华宝 这三大华宝呢 让我们的死亡力 从建国初期的千分之二十 一下子降低到千分之十以下 那么这样的一个死亡力水平呢 在世界上跟任何一个发展程度的国家来比 我们是属于低水平的 甚至高速国家的死亡力比 我们都是属于低的水平的一个结果 那么由于呢 死亡力迅速下降 所以人的疫情寿命呢 就迅速提高 我们在收入水平比较低的状况之下 能够有这么长的疫情寿命 这是我们老龄化 这个出现的一个很主要原因 这是一个成绩 不是一个问题 谈及人口老龄化可能带来的影响 林毅夫也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实际上呢 老龄化是可以给预取的 它不是一个黑天鹅 十年前二十年前 我们就知道 什么时候会进入到老龄化社会 然后呢 政府就会做出相应的应对措施 一般会增加教育投入 人口不增加的 劳动力的数量不增加 但是你教育水平提高的 有效劳动是可以增加的 并且呢 你教育水平提高以后 有利于这个国家呢 进行技术创新 跟产业申请 那在我们国内呢 基本上也是这样的情形 林毅夫认为 实现高质量老龄事业的发展 要结合中国的现实 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养老新模式 同时也要凝聚共识 深耕营发经济新蓝海 那么发展中国家呢 不能简单照搬发达国家的 市场养老的方式 那么未来的中国养老体系呢 也应该构建呢 区县乡俊 春色三级养老体系 然后呢 社区相互支持的合作养老制度 以及呢 跟赤脚医生一样的养老妇理员 然后建立在居家养老 这应该是中国未来老龄事业的新的三大法宝 营发经济 有相当高的市场需求 那么这个呢 是一个中国的市场需求 也是会对世界的一个市场需求 那对中国来讲的话 应该是结合有效市场 跟有为政府 一方面呢 发展我们的营华经济 提供养老服务 还有这个养老的产业支撑 二方面呢 当然过建有效市场 有为政府 有情社区 有爱家庭的养老体系 那么这样呢 我们差不多有高质量的养老事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